哇法国这里的湖水居然是粉红色的 这里是南法靠近地中海的一个粉色盐湖 你知道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吗 因为这里是法国最大的盐厂 90%的盐都是从这里供应的 这里面盐粉太高 大量繁殖了让盐田变粉的藻类微生物 没有鱼正好让食用这些藻类的小虾变成了粉色 然后在这又养活了超过7000只的粉色火烈鸟 也在这配盐碱地里生活 现在这一片成了法国的自然保护区 简直太梦幻了有没有 小火车给我们拉到了这个白的刺眼的盐山这儿 走在上面有种灯雪山的感觉 哇 它特美了 在上面视野太好了 不过这些盐倒是很坚硬 抠都抠不动 湖边的这些盐力结晶特别烫手 这些粉红色的湖水摸上去滑滑的 手上水干了之后都是白色的盐 全是盐 他俩也是抓起盐里淌起湖水不能自拔 法国人家里要是有做饭讲究的 厨房里都得备个六七八种盐 粗盐 细盐 海盐 胡盐 还有混合各种不同香料的盐 远处还有这介于盐田和地中海之间的古城 这应该又是一座超过一千年历史的梦幻小镇了吧 都给我带